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的话题也是讲糖尿病 不过是讲水果如何去选择 我曾经上传有关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水果吗? 我会将视频的网址放在这个视频之下 你按入也可以更加详细了解情况 但现在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有关糖尿病如何去选择你的水果 什么时间吃这个水果呢? 资料是取着一位向洪丁的教授 他是中华糖尿病防治协会的理事长 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糖尿中心主任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 介绍给大家你如何去选择 他这篇文章里面教大家有几种水果不可以吃 有几种适宜吃 同时讲解这些水果对血糖如何有效 因为蝙蝠很长 所以我只是今天跟大家讲 不可以吃哪些水果 以及吃水果要注意些什么 其实对于吃水果 很多糖尿病人都有个普遍认为 水果很多糖分的 糖尿病患者不可以吃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的 因为根据中国的居民善食指南 2007年建议普通成年人每日都要吃200至400克的水果 而水果之中含的糖比较多 但是没有证明表示水果中的糖对糖尿病是有害的 水果里面含大量的维生素 腺食纤维和抗物质 这些对糖尿病人是有益的 而水果含的糖分分为葡萄糖 果糖和蔗糖 而其中的果糖在代蔗的时候 是不需要移到素的参与的 所以考虑到糖尿病患者是需要控制血糖的实际情形 一般都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食用是100至200克水果 所以告诉大家 你有糖尿病也好 你不可以排斥水果 因为蔬果是两样东西 蔬菜不能完全代替水果 所以适当地选择水果 是可以对糖尿病人有帮助的 那究竟要怎样去选择 我们又适不适宜 吃什么时间吃呢? 根据教授的提议就说 糖尿病患者 你是正在服药的 如果你的胸腹血糖 是控制在6至7 这个数字之间 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是6至8之间的话 你可以在两餐之间 适当地吃一些水果 比如说早上10点 或者下午3点 但是不能单独吃水果 因为这样 你就会吸收得快 水果的果糖 最好是如何 和蛋白质一起吃 可以吃果仁 吃几粒合桃 腰果 杏仁等配搭 和水果一起吃 或者你吃一只鸡蛋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点 和水果一起 令到它的升糖更加降低 也可以在正餐和煮食的时候 进行交换 比如你正餐 你会吃一碗饭 如果你吃水果的话 就要适当的减少你的饭量 是补充你的水果 这样便是平衡 不会忽然间你的糖分就会过高 最好你选择的时候 就根据升糖指数的高低来选择 同时你要吃完之后 有机的话 自己刺手指 看看你吃了之后 和你不吃的时候 那个分别如何 如果是控制得好 你就可以和水果 饭餐一起吃了 但是如果你的数字 空腹不是6至7 而餐后血糖不是6至8 最好和你的医生 或者是营养师 商量一下 什么时间最适合你 而就算医生给了建议 你这个时候吃最好 你也可以用你的角度手指机 去尝试 看看你吃完这个之后 反应如何 下次见医生的时候 给他更多的资料 跟进究竟这个时间 你适不适宜 这个量你适不适宜 那就更加好了 但是如果在两餐之间 你真的很想吃水果的话 教授就建议大家可以 在餐后1至2小时之间 吃青瓜 即是黄瓜 和番茄来代替 那究竟什么水果 你尽量小吃的呢 教授就说 西瓜 羊肚 芒果 这些糖分很高 尽量小吃 尽量不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 林齿 荔枝 琵琶 椰子 羊莓 水果的罐头 和蜜蘸的果泡 大家知道这些不好吃之后 哪些适宜吃呢 我会详细给大家一一介绍 因为要将它的性能和大家再分享 那蝙蝠太长了 那你留意我再继续为你介绍 你可以吃的水果 和它怎样帮你控制血糖 各种的资料 会更加详细为你遲些介绍的 谢谢 谢谢